欢迎小镇志,我是喜耀 国大党、行动党联手竞选 现场与600名英裔到场支持 看到了这个新闻 我相信最不开心的除了是国盟 第二就是这个拉玛沙米 你想想看一个小小的礼堂 涌进了600多名这个英裔的支持者 代表什么 之前一直讲说英裔的这个选票被冷落了 然后他们要惩罚行动党 这样子的说法是不是就要被打破了呢 至少从昨天的招式活动来看 这样事情是相对来讲比较乐观的 而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理想的成绩 我认为跟整个行动党和团结政府的这个策略 是有极大的这个关系的 接下来我就跟大家分享三点 为什么我觉得相比起国盟 这次的竞选策略 这一个星期以来 我觉得是相对来讲更成功的 首先第一点 就是团结政府有真正的鼓舞到 国大党进来助选 你想想看哪 怎么可能在短时间内 拉拢这么多的英裔选民出来 那你就必须要一个呢 真的是以英裔为主 然后呢英裔选民非常支持 相信 然后可以马上动员的 这样子的一个政党 这次就是有国大党出来 我觉得他们是功不可没了 你看看在整个这个国阵里面 他们有成功把拉马上面拉去 帮他们演讲吗 没有 他们之前把这个印度人民党拉进来 讲是新党啊 证明我们照顾 印裔选民的这个权益 过后呢 有任何的下文吗 这个人民党有没有帮他们 做什么演讲拉票呢 也没有 所以相比之下 谁在印裔选票上 更可以张庆 他们照顾到这个印裔选民的这个权益 我认为有了国大党帮忙 这个行动党会更加有优势 第二点呢 这是国盟不停的一直鼓吹说 这次的新骨毛补选 就是对于团结政府的一个公投 如果你觉得呢 这次的这个物价太高 改革没有推动下来 贪污腐败事情你不满 那你就投这个反对票 你就不要投给这个团结政府 其实这是国盟主要的这个论调 这一点其实行动党也很难造假的 但是这次这一个星期 如果眼间的你有注意到的话 他们把整个论述完全改变了 他们说什么 彭晓涛说 其实这次的投票 是对于雪州政府的一次投票 也就是呢 如果新骨毛的选民 你们是满意 这个雪州政府的表现 你就应该投给我们 为什么是对雪州政府 而不是对中央政府呢 很简单 这是一场州选 这是一个补选 选上州议员呢 并不能决定这个国家大事 我不能成为国会议员 但是我可以主导这个政府里面 他们到底有没有花更多的资源 拨款呢 来服务当地的选民 改善基础的这个设施 你想看哦 如果现在的对象是针对雪州政府 而不是中央政府 那事情就改变了很多了 因为雪州政府向来的表现 至少对于雪州人民 都是觉得OK的 可圈可点的 毕竟你看 其实雪州占整个全国里面 那个KDNK 也就是呢 那个收入 是全国排在州里面呢 前五名的 所以雪州政府的这个表现 向来讲 对于雪州人民 都是可以接受的话 那自然 你把这一个比较的对象 从中央改成了雪州政府 就对于所有的人民 更可以接受了 那对于这一点 国盟有进行任何的还击吗 我们也是没有看到的 如果国盟这张王牌 打不出来的话 那我可以讲说 这一个选举已经输了一半了 第三点呢 则是近期 我认为 伊斯兰党给这个土团倒的米了 首先是不停的抨击 彭小桃的华校的背景 这一事情已经是引起了华裔 甚至是印语选民的这个不满 现在呢 土团来跟你一个U-turn 讲说呢 不要再攻击雪利 我们国盟呢 没有想要关闭华校 这个事情就让华裔选民 印语选民觉得你虚为 你之前讲到关闭多元的学校 现在反口 为了这个选票呢 可以做到这一种呢 口不折舌的这个手段 而且另一个方面 本来稳固固的这个马来选票 会不会因此离你而去 这样事情我们晚一点的时候呢 我可能开一个直播 跟大家分享一下 马来网民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但是从这样事情上 你也可以看到 国盟的这番操作 不仅仅是吓走了 华裔跟印语的这个选票 他还进一步的侵蚀掉 自己本来的这个堡垒区 也就是马来选票 OK 大家看一下这个新闻啊 也就是呢 慕尤丁在上个星期的 这个竞选期间的时候 其实他的演讲上 差不多就是非常多的这个空位 没有热烈的感觉的 如果现在再加上了 吐团的这一番说辞 真的让更多的马来选民 感到反感的话 你认为他们会不会在 马来选票这边呢 阴沟里翻船 还真的是并不可能哦 OK 所以呢 讲到来呢 我觉得不管是对于马来选票 华裔选票还是印语选票 国盟这一次呢 真的是没有打出他们应该有的这个优势 唯一的王牌呢 目前随着行动党推出的新的这个竞选口号 似乎也黯然失色 如果这个情形再走下去的话 那国盟这次很可能就不能够赢下这个地方了 OK 那这期跟大家聊了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